省錢大罪展 製作小組 來到了這位省錢女的住家樓下 突然在這個時候 看到了友台的攝影車 難道這邊發生了命案嗎 不是 聽說這位友台也是來採訪他的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聽說他在凌晨四點 就到公園擺地攤 早上九點鐘還要上英文家教啊 真是這個冰箱這麼豐富 那你吃總省不了吧 15塊就可以吃飽了 什麼啊 15塊 超級省錢女真的是名不虛傳啊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找到了一位省錢大作戰 可以說作戰有成功的一位女性朋友 來 我們介紹的是我們的童小姐 童小姐 你好 你好 你是人生有經過什麼挫折之後 開始這樣省嗎 挫折沒有啊 是因為買了一棟房子之後 開始省錢 多少錢的房子 700 700萬啊 就是你剛剛看到那個破破的地方 還要700萬啊 對 很厚悔喔 對 那個房子沒辦法去撿 沒辦法 撿不到 撿不到 所以你現在還有多少貸款 現在還剩380多 將近400 的貸款的貸款啊 一個月要付貸款多少錢 目前2萬8千多 2萬8千多 現在不是有那種指數型房貸嗎 不去喬一下 現在正在辦 正在辦 OK 以妳的用節省 一定要給它滷下來 對 那妳一個月收入多少錢 現在一個月收入大概有6 7 7 8左右 6 7萬或7 8萬 為什麼差距那麼大 像前陣子颱風啊 因為我在教小朋友念書啊 颱風天就放颱風架啊 放下妳就沒錢了 對 然後戶外教學也沒錢啊 對 所以就會有點落差 不過妳6 7萬的話 付掉2萬8 妳還有4萬塊嘛 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妳一個月生活的基本開場 11住行還是只有吃飯 11住行好了 11住行那可多了 吃飯最省的啦 吃飯每天大概2 30塊就解決了 一天啊 對 一天妳是吃幾餐了 來… 來…我們看一下她的三餐好不好 一天2 30塊可以解決 妳吃不到一個便當要多少錢 不吃便當啊 對啊 早餐3.9塊 為什麼 她只喝牛奶 她只喝牛奶 所以牛奶一杯15公克 就等於0.26元 對 因為一罐是750公克嘛 對 所以3.9元 是 好 妳只喝牛奶啊 早餐 是啊 這樣就夠了 而且500cc的喔 500cc的牛奶 不會想吃一個麵包啊 燒餅啊 都不會 習慣了 習慣了 OK 午餐是什麼 5塊錢 5塊 午餐 蜂蜜一杯 午餐只吃一杯蜂蜜喔 是啊 蜂蜜水喔 對 540cc 540 是在減肥嗎 不是刻意的啦 並不是刻意的啦 這樣子 這樣比較省 因為剩下就吃補習班的 吃學校的 吃學校的 或是吃待會兒的便當 對… 那妳待會兒便當應該會A蠻多回去了 對 我現在冰箱還很多 不是到處A來的 妳冰箱滿滿的耶 對啊 都是到處A來的食物 就是說妳有花錢的 只有這個就對了 但是妳也沒有餓早 因為它其他都是A來不要錢對不對 哪裡A 像待會兒 你們中午的便當 有啦 我們中午便當 剛剛已經看到都算滿多的 對… 然後呢 還有一些同事 他們吃剩下的 這會薄薄的 或是其他電視台的 也是這會薄薄的 我們看也要晚餐好不好 晚餐就4.8塊 什麼叫可憐麵 可憐麵就是麵加蛋 夠可憐了吧 麵怎麼會2.6元而已 因為妳買像 一包那種麵 對 一包的麵 它不是乾的嗎 如果10塊錢 裡面有4坨的話 一坨不是才2塊嗎 對 比王子麵還便宜 就是我們一般去那個 切麵店有沒有 人家在做的陽春麵 一捆一捆的 妳如果去買生的話 一捆 就4個才10塊錢 對 但也是有10顆22塊 就是2.2塊 對…一顆就大概20 所以妳吃飯根本一天 差不多15塊錢就打發了 對 有時候晚上會吃好一點 吃個韭菜盒子15元 或吃個蛋餅20元 這是好一點 就是王餐比較好 這是好一點 知足成樂 你看 房貸壓力有多大 我突然覺得 我晚餐不應該吃 我覺得我花了7 8萬去哪裡 那個啦 晚餐的便當也給他 給他 好 我們來看他的衣服好不好 好 你剛剛講你11住行 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10最省嘛 那如果加上住的話 那可兇了 住 又有房貸嗎 對不對 好了 衣服的零元 除內衣 其實內衣也是公司送的 內褲子要穿自己的吧 對不對 也是公司送的啊 一整套 對 因為我有在做直銷 衛生棉會不會洗一洗 那都不會 對 那個很衛生 那個一定要很操縱的衣服 好 住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屋內設備 花費是零元 是 你那些床單什麼都不用錢啊 床單主詐備要錢啊 那個以前還沒有房子的時候 那買的 那其他你看到冷氣啦 書桌啦 烘衣機啦 還有那個烘碗機啦 電鍋啦 烤箱 那通通不用錢 通通不用錢 哪裡來的 有的是做直銷嘛 那是業績還不錯 公司送的 有的就是朋友丟掉不要給我的 有的就是這樣點 妳告訴我一下 這桌這桌是誰 這些都是我的衣服跟包包還有鞋子 可是這些都不花半毛錢 為什麼 都是撿來的啊 妳去哪裡撿啊 這麼好的鞋子就丟掉了 剛好妳的腳又能穿 大一點無所謂囉 大一點無所謂 對 小一點也無所謂 腳趾頭折起來就好了 人家搞不好只是脫個鞋子去 去去游個游還是什麼 脫了鞋子 然後把它放垃圾袋裡面 再放路邊 它這個有的 妳看 這個底已經磨成這樣子 所以它要丟掉 對不對 這個底 不是還可以穿的 對 已經磨成這樣子的 看出來嗎 有沒有 但是因為還可以穿嘛 就歪一點有什麼關係 對啊 妳這個還是普拉達的耶 對囉 不錯 普拉達的耶 看起來是假的 妳就是固定在圖的地方 去搜刮嗎 沒有 妳就是路上 路上妳就 這邊都可以剪 就可以 對 隨時要有警覺性 這個也是 妳看 背起來也是不錯 那哪邊最好撿 背起來不錯 其實真的遍地是黃金 不過自從垃圾不落地之後 會不會難度增加 那倒不是耶 因為有些地方會做分類 他們會把它丟在分類的桶子裡 反正更乾淨 然後妳就去那裡 漂就有了 對 這也是撿的 這是109浪妹裝吧 這也是撿的 人家不要 妳能穿嗎 穿過耶 可以穿耶 可是還沒穿出去過 就在家這樣子 OK 沒什麼機會穿 但是滿美的就留著了 這咧 這也是啊 也滿美的就留著了 妳可不可以男朋友 要撿來的吧 那不會 都在哪邊撿 妳覺得台灣 台北哪邊最好撿 到處都很好撿 這是職業機密 像我今天早上 4點多做生意的時候就撿 4點多做什麼生意 就是賣這些跳蚤商品 因為撿了很多 妳是去廣州見那邊嗎 不是 去去去那邊賣 妳這些東西有人要賣嗎 這些是我要留的 這不是要賣的 其他也說有 玩什麼橙子 洗眼盆 對不對 有賣到錢嗎 有 今天早上就賺了 才半小時就賺1000多塊 你就是單價10塊 10塊20塊那種單價嗎 不一定你看東西 對 有些東西比較好的 可能9層新 8層新的 可能80 100啊 對啊 可是比較差的 可能10塊 20塊就賣 妳應該來演藝圈 認識一些藝人 藝人有很多 穿不下的什麼 乾脆通通給妳去賣好了 我剛才想說 待會兒留妳電話 有很多衣服 對啊 那妳要拆帳 我要拆帳 要拆帳 妳還是很厲害 還專家 不過妳這個長相 我覺得應該會有 很有錢 妳需要這麼節儉過日子嗎 問一下這個 我覺得她的面相呢 這個一定不會窮 這個一定可以 這樣子的確不會窮 但是我是比較擔心妳 這個營養不良 因為我想縮短還房貸的時間 20年 我想把它縮短 其實妳不要20年的時間 剛剛我們不是講說 這個擺地攤臉要大嗎 其實這小姐 不合臉大 完全不合 而且她嘴巴又大 所以她的做生意的這個技巧 一定非常好 其實只要她有一技在生 就是說她懂得這個 做生意的這個本能的話 怎麼會窮 因為會做生意的人 一定不會窮 怕只怕得太懶 那她的臉又這麼大 顴骨又這麼高 一天到晚就是想要賺錢 想要賺錢 所以根本 根本不可能沒有錢 是 好 我們非常謝謝童小姐 謝謝 我們不是只有週五的便當給妳 好 晚餐的便當也給妳一半 這樣好不好 沒有錢 明天還沒有來對不對